完全走向國民黨當年要倒的時候一模一樣 執政不用心越了解村里長 我們又覺得越擔心 今天幾十年來 整個對村里長說實在的是不公平 既然帶一個長是一個長的 我今天是高雄市長 我就帶一個長的 有行政權 我有官藝 我蓋的章 就要行政負責 那既然如此 村里長目前的狀態是非常不公平 要負全部責任 現在里長被夢到沒有辦法 時常用自己的家 有的男性的請太太幫忙 有的女的里長請老公幫忙 然後自己騎個摩托車到處去跑 現在重點來啊 五十個人村里長 業務費 四萬五 五百個人的村里長 業務費 四萬五 五千人的 四萬五萬人的 也是四萬 這個村里長的壓力 非常巨大 所以各位村里長 我知道很多里長有兼差 為什麼 日子過不下去 光靠村里長的業務費 已經過不下去 所以未來 有兩條路 讓全國村里長去選擇 這要做一個民意調查 針對全台灣 台澎金馬七千七百六十位 七千七百六十位村里長 我們要做一個民意調查 你要專職 要在這個長 顧全部的責任 單一薪水 我們開始考慮 但是你的兼差 就要天氣 第二 繼續可以兼差 我們就要調整業務費 要怎麼調整 要人口 這個村里有多少人 我們應該要發多少業務費 用人 來做計算的標準 我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對全國的七千多位村里長 太不公平 現在民進黨 一模一樣 完全走向國民黨 當年要倒的時候 一模一樣 執政 不用心 選舉一道 殺錢 抹黑對手 直接就打擊對手 因為拿不出成績單 打算 進行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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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